做记者其实最想就是找到真相 严谨准确 每一个字都可能影响着不同的人 最快的速度给到准确的资讯 监察到上市公司和保障投资者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历史悠久 在1968年浸会传理学系成立时的其中一个创系学科 一直以来我们致力培训专业的新闻工作者 今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百花齐放 政治气候和经济环境复杂多变 浸大新闻系紧守岗位不断提升课程 加入更多新的元素令同学及组装备自己 在浸大新闻系同学除了学习新闻学的理论 和其他社会学科之外 更有大量的实践机会 我们的老师其实在学内都有丰富的经验 他们就会将这些经验带到课堂上 和我们讨论一些新闻和案例 鼓励我们有自己的想法 出到去采访也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我们有实习刊物申报人 同学需要落手落脚地做采访 编辑、排版和发行的工作 是一个很好的实习机会 而且我们有很大的自由度 可以采访自己喜欢的题目 而随着科技的进步 传媒更加分秒必争 浸大新闻系课程 引入多媒体采访和制作训练 务求给学生掌握最新的媒体技术 而为了紧贴业界的脈搏 我们有资深记者驻校计划 让行内的代表人物将采访心得 倾朗相守 养兵千日用在一招 每个新闻系的学生 都会获安排到本地或海外的新闻机构 做实习 为未来投身业界打好基础 立足本地迈向国际 浸大新闻系 在亚洲首创普立之新闻奖得署工作坊 邀请世界顶级的新闻工作者 到本校和师生交流经验和心得 另外 我们都会定期为学生 举办各类的海外考察 好迟到德国 美国 法国 和英国等地交流广问 之前有机会去到伦敦城市大学Xchange 当地的课堂是由欧洲的资深传媒工作者负责 令我们学到最新的国际媒体 运作和趋势 我们愿意为学生行多步 甚至安排同学到北韩广问 令他们成为首批 到訪這個貼幕國家的90後準記席 對兩岸大事 我們亦都不放過 時至今日 我們的足跡 已經遍及全球多個地方 我們的努力 亦都得到本地和國際的認同 2011年浸大全理學院 獲知名家新聞網站 Asian Correspondent 評為亞洲學生首選家 全球十大頂尖新聞學股之一 是唯一打入十大排名的亞洲院校 此外 我們的學生和畢業生 亦都履獲業界的樹榮 和海外升學的機會 浸大新聞是本科生課程 分為三大專業 分別是中文新聞 國際新聞和財經新聞 其中中文新聞付設廣播新聞 此外我們也有國際新聞文學石士課程 為你提供最佳的選擇 當然 我們最重視的是你的心聲 讀了財經新聞之後 我已經不怕看百多頁的年報了 還可以拆解數字背後的意思 發掘新聞故事 一定對我將來做財經記者 非常有幫助 通常出去搏咪 電視台記者都是第一個提問 往往我們最後一刻才知道 做甚麼的採訪 所以一定要熟悉新聞背景 這樣去到無論甚麼情況 都會做到最好的採訪 我覺得其實訓練對我最大的幫助 就是不怕這一行 財經新聞就不只說錢 其實在金融市場裏面 它都是第四拳 97年金融風暴的時候 突然間一場金融風暴下來 可能影響大家生活很多 但裡面到底發生甚麼事 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 而我覺得社會上需要有一班人 去清楚了解這件事 跟著跟大家說回 跟大家生活息息相關的事 到底是怎樣發生的 我覺得浸會是一個好的平台 令到你一出來做事 你很快可以接觸到 新聞媒體究竟是怎樣運作的 很技巧的事 它是教了你 這個是很好的 我真的很喜歡做記者 還有你難得有一件事 是保持著你十幾年來 心裏都是團火的 很老套地說 可能你不知道自己做的事 其實是有多重要 不過可能你在做的事 會為這個社會帶來少許的改變 做記者的信念就是想透過一支筆 去寫一些自己覺得公義的東西 透過一支筆寫出來之後 如果這件事有迴響的話 你就會覺得自己在寫著 或者在做一件對社會有益的一些事 國際之間這麼多地緣政治發生 我就想透過用新聞 將事實的全部帶給一班有影響力 以及在一些關心國際事務的人身上 從而令到他們可以更加準確地 做出任何的抉擇 我們浸會大學新聞是 學術思考和專業實戰能力並重的 我們關心社會 和業界保持很密切的關係 而且迎接新科技的挑戰 培養未來記者 我們很努力地創新 和同學一起賣進數碼科技新世代 新聞工作充滿挑戰 新聞記者責任重大 浸大新聞系 用心培育未來記者 為時代把關